既然是百官行术 这里面就不单有详细的技术 而且还有诸多的旁证 否则怎么置冤于人呢 人啊人 实话奉告 这百官行术 是我在吏部花了十年的功夫 建立的大策 足足有四大乡 这是太子与任不安达成的一项重磅交易 终身监禁的刘八女被放回了江夏镇 任不安官复原职的批文也下来了 但太子党的黄铁人却没有拿回百官行术 而这呢就是任不安的精明之处 如此重要的加密文件没有放在身边 而是在京城万勇当铺购买了云存储服务 而黄铁人这边交易还没完成 那边眼神竟然还盯上美女了 男人至死是少年 任不安在黄铁人爽朗的笑声中 感受到了黄大人真是人如其幸 于是呢在出发去京城 取百官行术的前一个晚上 出动了江夏歌舞团 为黄老师准备了攒劲的节目 这黄老师一走进剧团 人就有点飘忽了 那靓丽的青春 恶挪的身姿 深厚的艺术功底 简直是无坚不摧的公关利器 以至于只有在两位公主的搀扶下 老黄才能重新感受到地心引力 就在黄老师准备挂档时 一个淮安营千总却拉了他的首杀 老人啊 这位是京城里来的黄侍郎 黄大人 被侄瞎了眼 不知黄大人驾到 被侄在这给黄大人请安了 在这儿您我都是客人 不必躲你 这黄老师啊 是个高冷傲娇的正人君子 同样是到会所 像软臂大这样的俗人 可能喜欢直奔主题 但黄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啊 品味不一样 首先姿态上要一本正经 其次呢 技师的选择上要讲究 除了颜值在线 身材苗条 更重要的是 要有内涵 最好读过万历十五年 身为江夏歌舞团的创始人 任不安和刘八女 在考验干部这方面很擅长 节目才开始两分钟 就拉着婀娜多姿的九岁红 要给黄老师敬酒 听说你有个心愿 是非风流才子不嫁 现在风流才子就在你的面前 还不快给黄大人敬一杯酒啊 这黄老师见了九岁红啊 早已失去了七分矜持 多了三分温柔 脑中甚至已经浮现 和九岁红通宵研读万历十五年的场景 奇怪的是 九岁红捧着酒杯 刚要敬酒 眼神突然变得惊慌起来 谢谢大家